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 那么我们对于我自己办公室的理解和要求 它是一个既活泼又有专业性一个完美的空间 这个建筑如果往前回放 可能1956年是礼堂 然后里面是一个整个通高的空间 非常开场 但是也很破百 所以后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增加加层 然后以及空间重新的有划分 这都是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做的二次的改造 大的空间我们把它画成五个新的办公单元 每个单元都是复式的 从这个整个空间的颜色布置来讲 当时我们保持了一个原则 就是又保持它原来的颜色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非常质朴的混凝土的颜色 只用了一个颜色在二层的加层的地板上 我们用了非常鲜艳的明黄色的编织地毯 这是唯一的颜色 这是我们当时大的颜色的一个逻辑在里面 底下的墙面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斑驳 无论是墙面的机理的斑驳 到后面跟屋顶的接触的时候 实际都是保留了原来的结构的最本真的机理 那么从单元我们内部的设计来讲 在首层我们基本保持的是交流空间 包括现在我坐的地方 都是用非正式的休闲式的交流空间 也有正式的这种会议室 在这个首层的时候 反映了我们对现在办公空间的一个自己的理解 就是第一要提供非常大的灵活性 然后有这种多样性 为了实现空间的多功能性 设计师通过围帘灵活地划分了空间区域 那么我们用这个围帘呢 不光它可以在视觉上阻挡视线 帮助我们维和空间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是非常简易地移动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不同的围帘的组合 可以形成首层这个社交空间 或者我们叫做会议空间的不同的模式 能够促进在里面工作人员的这种创意的能力 和这种启发性 那么在灯带上呢 我们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个灯带 在二次更强调了这种这个空间的划分 给人空间有一个隐形的暗示 尊重旧礼堂的原有风貌 董浩保留了原有窗户的造型 窗外有这个延伸的平台 窗和门的概念也是可以互换的 窗再大一点其实就是门 变成了一个门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随时出去 最快的接触到大自然 那么在二层呢 实际上我们是布置了工位 但在布置的时候也是融入了一个新的这种理念 就是说大家都是开放式办公的 我们就把所有的办公空间和办公的工位 全部彻底打开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让作为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设计师还是管理者 还是实习生 大家都坐在一起 这样更有效地促进于大家的交流 同时呢 我觉得这也更多地展示了一种 办公室的一个文化 我们在改造屋面的时候 就考虑到如何第一引进天光 第二呢它是节能 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天光之后 我们开灯的时间实际上大大地降低 同时呢 因为在二层的这种均匀的这种天光的布置 完全是人工光所不能够替代的 即使在办公室里面 依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 以及周围环境的这个变化 我想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 最自然的理解 这样的话也更利于我们 去诠释我们自己所希望的看法 找到自己能够比较合适的这种答案 建筑设计是我们与社会和生活 互动的一种方式